第二節 剛才講到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是未入這一節之前 講起人的心理狀態 因為其實可能 剛才我們講比賽的細節 講當夢登鑼 萬成的比賽細節 講到最後 講到最末端 原來是 哥迪奧娜心裏的恐懼 是形成了很多取捨上面的問題 我不可以說他做這個取捨 沒有他背後的理據 但是如果他要嘗試去改變 比賽的情況的話 他是要想想 有沒有一些顛覆他以前的做法 不可以說他完全不合理 但是可能他要嘗試一下 會不會有這種內容的改變 但是 你說他的做得中不足 我覺得很詳盡 但是 99.9%的做法 可能最後面對的難關 就是0.01% 其實是面對自己的 如果0.01% 是可以足夠摧毀 99.9%做的事情 一個再厲害的人 如果他的心理狀態是崩壞的話 就算他再厲害 他也會變一匹廢柴 變一匹爛泥 當然萬成未至於 去到變這個地步 剛才講到灰 但最後還是贏了 最後還是贏了 如果你說灰 其實這次李永浩譜是更灰 沒錯 我們有些城市點 但是萬成你要看到的是暗湧 不是說你英超大幅拋離 之後一帆風順 沒有這支歌仔唱 我覺得 例如你萬成那個案子 我剛才上一次也講過 你放在聯賽 你不斷去做修正是沒有問題的 你那個容錯度很高 你萬成那個玩法 在聯賽容錯度很高 但是你放在杯賽很難 你要說回禮物浦的話 我覺得就 將剛才我們上一次 嘗試的總結 帶回到禮物浦那裡 是不是 你覺得 如果真的要秤的話 individually 就是看TAA 哈哈 變戰靶 是不是 我覺得TAA已經不是 我覺得TAA也不是最大的問題 大哥 你也是從頭錯到下腳 你真的從頭錯到下腳 你真的從頭錯到下腳 你基達是錯的 當然我覺得高普一開始這樣想 都不能錯 他說他在訓練中看到基達 可以踢的 所以就出基達 但是你落到場 踢到這樣 又不止基達一個 也不止基達一個 這個問題是 大哥 基達不行 問你也不好 也不止 也不止 沙嵐入球也好 沙嵐也不是 沙嵐入球也好 沙嵐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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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這樣說 真的找不到好 就算你一直說法斌路打防中 就沒事 就算法斌路打防中也不好 是 是 全都錯了 我覺得這隊球 李物浦已經不是李物浦 不單止 不單止 不是五年前 高普新來的那隊 李物浦 也不是上兩年 踢的那隊 李物浦 而是 一隊不知道什麼 我在上個禮拜 講的 所有評價 對李物浦對王馬都好 我覺得我不會變 我覺得這一刻 我看完場球 我也是覺得 上個禮拜我說 王馬某些位 李物浦和王馬的位 我覺得一樣都是五五而已 嗯嗯嗯 但是 我最後上個禮拜做了結論 就是心態 哪一隊想贏多些 那現在很明顯就是 王馬是想贏多過李物浦 很多很多倍 那也會最後才會有這個賽果 因為 踢出來好像李物浦 我想你可能找富咸 踢都沒有李物浦那麼差 這個是真的 那 而 踢出來的差距好像是 王馬可能連西甲呼吸隊 都可能沒有踢得那麼輕鬆 是 那所以這件事不是一個 我覺得不單止是戰術問題 而是everything 的了 everything 是啊 就是由上次管理去到下次 用人買人 戰術心理 你全部都輸了 選個面向講 就是 我覺得因為 蟹 就全部都錯了 是 但都不 我們都不 無論是我做主持還是其他人做主持 都不第一次 都不是第一次在這裡講 但我都選個面向講 是 你FSG的錯又不用在這裡再講 講太多了 是 是 對 那高普他當然有自己的問題 是 那 只是 他這次給出來的東西 和過往的錯比 是不是有些新的內容 是 都可以這樣講 反而 反而 另一個角度去看 也都不是皇馬突然間有什麼神奇消數 也都不是有什麼特別 我想是最多 如果你真的說皇馬 有哪些 就是對比利物浦是絕對做得好的話 我只會說是 那一對中堅的防守面積 但我覺得是因為利物浦廢 那也是 我不同意華拉 我不同意拿草加米列和一對 只能說是因為不行 利物浦那一對中堅的防守面積 太 太不行了 嘩 我想說Ris Phillips 太不行了 我覺得他連去富咸爭證選也有難度 其實我都不知道怎麼評價這些人 擺中堅這些人 你說到你利物浦又沒有人出 而 你出這兩個 OK你出 但是 你跟一個期望差太遠了 那 要是客氣一點 要是 齊克特帶你去加伊斯哥 不要搞那麼多 其實 可能真的要過一段 那麼勉強 不如問齊克特可不可以 將他帶他去加伊斯哥 算 這句話 我代表散到敵球 不是說的 哈哈哈哈 就是 最近好像確立了這一對中堅 原來現在再看上去你才是硬來的 就是所謂確立了 只是你把所有不利因素蓋住了 辦見不到 然後 照樣這樣出 然後就 碰 今場幫我炸出來 唉 我也不懂得說 是啊 我覺得利物浦的那種錯是錯了 但是你要找個源頭呢 他是結構性崩壞 絕對是 結構性崩壞 是怎樣去找那個所謂源頭 是不是 你 當然可以說 你最厲害的那批人 要拿的東西 他們全都拿了 而他們現在是不可能 再撻得著 或者他們是覺得 沒有一個需要 好像以前那樣禁駁 我想 你也在這裏講過多次利物浦的轉型 由高普一來到 有些像多夢特哥一種 重金屬 迫搶 高壓 體力化 到後來拿冠軍 其實已經不是這樣踢的了 阿Sam上次也有說 大家都覺得他是 多了用中心 打低位 少一點去拼搶 保留體力 不要像之前那樣狂炮 狂逼 那 這個轉型是沒錯 當然是為你帶來冠軍 但是你去到現在這個階段 你就變成了四不仗 你前面的迫搶又不是 後面你本來你說 中心那些所謂什麼緊密 啊 隊形啊 紀律啊 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是 然後這場球就把一切都放出來 這場球 這場球利物浦不是沒有策略的 他是有針對著華斯基斯 那個位置 嘗試給王馬 去給那球華斯基斯 黃馬最大的命門就是華斯基斯 是的 他是想王馬給那球華斯基斯 但是最白癡整件事 是 當那球去到華斯基斯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那個球 他去了死位 你要逼他 但每一次華斯基斯都可以很輕鬆地轉球 給文迪也好 給另一個也好 他是沒有問題的 教練我想他有做針對 但是球員我想他們一定要負上責任 不正直 你看王馬擺那三個中場 卡斯美路就不算 可以不算 唉 他是好斯加摩迪 我上次也有說 他是好斯加摩迪 你不可能搶他中場給別人 是的 我是說你不需要很技術很戰術 只要你體力化跟他撞 撞 他好像還沒拿球 你已經拍完他 其實已經足夠了 Discord裡面我說的 就是 你擺一條這樣的 這麼強調控傳的一個中場 你後面又擺兩個 防守面積比較大的中堅 理論上是比較好的 但是你演化到他們比賽的狼裡面 你有沒有可能你一腳球都拿不到 這件事不會在利物浦以前發生吧 還有所謂他是奧斯BOSS的中場 就是那些人說 他奧斯很厲害 大師控制 我只是覺得利物浦比得太輕鬆 而那些空間你是 其實王馬不是用什麼特別奇招 王馬也是踢回去平時踢那些東西 甚至將他平時有用 比如文力那些收起了 那些有些戰術他沒有用 那也是做回去以前 過往幾年歐聯踢那些東西 也都是沒有一個驚訝給到人 基本上 只不過利物浦好像令到 王馬好像所有東西都沒有運 王馬所有東西都很厲害 而剛剛你說的 那三個中場組合 他踢了四五年都是這個中場組合 你看著他一直在跌倒 是啊 就算你昨晚沒有準備一場球 你過往五年 你上一次決賽 你其實都是對著這三個 你不是不知道怎麼踢嗎 是啊 我不會在節目中去踢機帶 但我覺得機帶是很划算的 嗯 是 很有愧 很多人對他的期待 嗯 還要是 其實這次應該是他去表現自己的 best chance 我絕對是 他吃了太高的位置 這場球 我覺得你 之前你說你傷是情有可原 你的體系那裡沒有怎樣去做調整 是情有可原 但其實這個正正是一個最好的舞台 是讓他表現自己 就是當你 好了 現在球隊是最壞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最壞的時候 你是應該去take up 但是你不要take up 不只 反過來 讓你 和TAA這一邊 同時都成為了 利物浦最大的命門 其實是買得走的 哼 誰接貨 我真的不想知道 但我 這次我真心覺得 真的買得走 其實呢 我之前也有跟其他利迷說過 我說利物浦最少要換半隊 他太 但是我這次 我真的要換半隊 但我真的針對機帶說的 我沒有試過我做節目這樣去踩機帶的 但我這次 我想應該也是一次 也應該是最後一次 我覺得機帶是要賣 最後一次 應該之後也沒有什麼機會 他這樣也還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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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好玩啊 是吧 其實我沒有預過會出他 就是我 為何會這麼興奮 對 是吧 為何會這麼興奮 沒見過 是吧 真的沒有見過 我記得好像不知道 看 例如你看 Sky Sports 那些 例如李奧菲迪南 那些 會講到醜 為什麼利物浦都這樣 李奧菲迪南都說 李奧菲迪南都說 我覺得你 是一個萬元的球 不是你 你看利物浦都不能在那裡醜 你應該很開心 當然我自己也不是很醜 我心理很平靜 是吧 但基達為何會弄成這樣 這個位置你應該是 去挺身而出的時候 你必然到這樣 基達好像沒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然後 令到高普要上半場 我明知道只剩幾分鐘 我都要換走你 是 他最後也有幫他講好說話 但是 我真的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掩蓋不了啊 大哥 太難堪了 真是 但是 我 那場球我都沒有什麼正面講 我那場球的內容 我得屌你老母 這是利物浦來的嗎 雖然我看上去是開心的 但是 怎麼可以是這樣的 怎麼可以是這樣的 是不是 我在想 你之前你成功的經歷太快 但我又不覺得快 他中間經歷的挫折 我覺得是 嗯 我都看到是 我看起來 我都覺得是心痛 嗯 對王馬那場決賽 我覺得都是 你心裡在想 你回想起來 都覺得不是啊 其實都很肉痛 然後 然後 之前那幾年 你比如說 高普剛剛上來的時間 利物浦怎麼去 埋到這個 體系 埋到這個 是不是 由那個時候 FSG都不是那麼容易 那麼疏想的被你買人 去到這一班人齊了 是不是 然後大家 博到盡 長期作戰了一段 這樣的時間 現在大家 找回之前的那些經歷 再回帶回來 沒有理由容許你自己 現在的比賽 看成這樣 什麼事 蛤 是不是之前你換回來的成功 是太容易 唉 我又不覺得啊 你說 利物浦整隊 是啊 為什麼 嗯 第一 就是因為他贏過 他不需要 好像以前那樣 喂 老實說 你認真 你看看那些數據 其實利物浦以前 那些 XG啊 XGA啊 全中啊 那些數據 其實他不是歐洲最高的 就算贏英超 或者曼城 爭冠軍 那一年都不是最厲害的 英超 那很大程度 利物浦在加成 是有一個位 就是心理上的加成嘛 而那個心理上的加成 現在不單是沒有那個加成 而是你變了是一個婦女 那些人覺得 我以前是 他是給盡力 給150%的 現在可能他覺得 給80%就夠了 因為他已經是英超冠軍嘛 他已經是歐聯冠軍嘛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足以解釋到 為什麼 同一班人 不是由30歲變35歲 只不過可能28 變29 29變30 但是那個 水平是差這麼遠 而這件事 我想也不止一對冠軍球隊會發生的 但是因為利物浦的陣容結構 和Squad Building的問題 而這件事 是將每個球員一起發生的 我只會說其實是 為什麼在利物浦身上 會發生 比其他球隊更誇張呢 嗯 因為這是一個small squad 嗯 還有他不止small squad 他是勝利11人 是 這個是small squad 加勝利11人 我認同 這個故事我想是 一個好的教訓 其實老實 我覺得又不可以完全說一件衰的事 因為他的確是靠勝利11人 那個穩定性 那些人長期持續 去拿兩個很重要的冠軍 這件事他是有光輝的 但是同時如果你沒有一個長遠的計劃去接班 或者去建構的話呢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負累 當然我去到剛才說的東西 同情地理解 你要為那麼多事情去做籌謀 就很難所有事情都是合乎預期的去做 是是是 但我只會說 但我當中有幾年買些人買不到 就算我舉個例子 你買些人經常都說三叉擊後備 但你有沒有想過其實你是可以換走三叉擊的 你買了沙拉基尼買了奧列治以前 買了沙拉基尼 沙拉基尼你落到現在你連正選都沒得爭 但是他又要保持著留在球隊裡 他是連續兩季沒有什麼正選 但是你還是被他留在球隊裡做什麼 這些Fringe Player都不如 然後還有譬如 左右閘左閘羅伯辰 你當他一季踢50場都好 他是買了人 但是你看他買了什麼人都好 就是 所以這件事 每一個位置好像每一個位置都發生 中堅當然就是一個問題最嚴重 也是最擺到上台給大家看到的位置 我想說中堅 你記得冬天買了兩個人 其實 有一個 這個 Ben Davies 真的玩他 他到現在一場都沒有出過 我想說 不行 我沒想過FSU做這些 就買賣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用 哈哈哈哈 就是等於你去一間三千元埋單的餐廳 他給你吃罐頭茄汁豆 你跟他講 你要焗一個餐尾 但是你 你做那個人 他馬上 他做一個很漂亮的名字 叫做厚切午餐肉 但是其實也是 好吃厚切午餐肉 但是也是午餐肉 是啊 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 就是 當然可能有些人就覺得我是貓好老鼠 那我擺明是貓好老鼠 我們這裡全部不是你 你全部都可以說我們是貓好老鼠 我們是一個貓好老鼠組合來的 是 一個萬成的球迷 一個萬元的球迷 是 我看我的競爭對手 是不是 我絕對可以這樣 那 什麼 高哭利記價值 哈哈哈哈 應該是今天的標題 但是我覺得是 還有南野 南野和沙基利 都不止兩個 我覺得沙基利 我還想到為什麼 但是南野我看不透 我很看不透 但是 嗯 嗯 是啊 我覺得 利物浦的瓦解 我只會說 我是用瓦解來用的 一定是瓦解的 你不從頭 到尾再撿過的話 就一直催下去 我覺得是 你要想一下 其實這個個案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籃球裡面的 應該沒有 球隊的個案 我覺得好像是NBA那些 那些球隊 他經歷了 一段很長時間的成功之後 他如果換血的速度不夠快 他那種停滯就會是 這樣 或者是崩壞是這樣的 其實利物浦很典型是那種 是 是 我不知道監製你有沒有這種體驗 但我覺得整件事 很美式體育的那種球隊 那種崩潰 是 如果你說你那個陣容的空間 再大一點的話 那可能是否容許那種 叫做有限度的換班呢 這樣 但是 你試一下想想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其實你又違反了你本身那個建隊的宗旨 是不是 你意思是建隊宗旨是買十一個很厲害的人 加三個後備 是啊 我覺得他很違反 是啊 至於你說 Laurie你說的那樣 出回VVD 至少後備會先找回 這個是一定的 但是你問我呢 其實那個 是指標不指本 是指標不指本 因為呢 我夠膽說 傷了膝蓋這麼久的雲迪克 他最多是高峰期的七成 還有我記得拿破迪那時候出來都等了半年 現在才繼續勉強好一點 嗯 你很難期望 VVD一出來之後 給你原本的表現 但你要令到拿破迪 踢得好 是因為你曼城的陣容厚度夠高 去維持到他這樣 是 那你是不是想保持雲迪克這樣踢 一路踢到尾 雲迪克今年多少歲 三十啦 大哥 我可以看中堅 那些成長的經歷 或者發展的路程 傷過膝頭 傷過背霜那些三十歲 還有如果我沒有記錯 雲迪克好像曾經 因為有一段要爭冠軍 他是忍痛 打針 互相上陣 之後 是呀 你錄完那些卡 之後你還那些息 就開始不斷回答你的 曼城有個好例子 金賓尼就是這樣 是呀 金賓尼之後 一季 真的不知道出不出二十場 是啊 不是二十場正選 是二十場正選後備加起來 不知道有沒有 是會透支的 就算你那一刻 你明知道 我這麼近冠軍 就算我打幾個多支針刀 我腦袋都會踢過去 那一季你會很爽 其實都是要還的 金賓尼正正就是因為 那時候就是因為傷 打針 上賺 所以他近年 叫做離開曼城那幾季 才傷完又傷 傷完又傷 是啊 是啊 那 啊 烏迪堤也提了 不過 你說烏迪堤是什麼意思啊 你是不是叫做禮物費簽烏迪堤 心地很好 好心地 屌你老兵 哈哈哈哈 是啊 Jerry 你說中我心裡想說的 就是你很費迪堤的 他二十八九歲之前 都已經經歷了很長時間 不同的階段的背相 之後他都不可能支持到 他的踢高位了 他一定是要鬥得很深的 他說雲迪克 就算他傷的位置 跟你很費迪堤不同 但可能發展的那個 最後都是樹徒同歸的 其實就是 現在還要三天一場 三天一場 三天又一場 還要夏天沒得休息 你今個夏天 我當你不踢歐國杯 你下個夏天還要踢世界杯 我假設可難 被法蘭迪寶華大島出線 這個是假設 這個假設 這個假設也很難假設 大膽假設 假設我請到 不可忍上來做節目 那我猜 怎麼壞都不會連續兩屆 沒有世界杯吧 那我也覺得 我有心之前也有機會 請到不可忍上來做節目 所以 雲迪黑就算出來 也要這樣搶來搶去 其實 你不要說什麼 你出來的肌肉不傷已經算好了 你這麼久沒用過 是啊 哇 先導一下南少天這段留言 萬聯之前這麼折舵 現在重新上腦換血成功 閘住 現在就好弟弟 閘住 多好 我屌你老尾 人生滿希望 你迷你的樂觀社 這句真是好心地 這句真是好心地 這句 但我覺得利物浦的個案就是 可能FSG要想一下 如果我本身之後的重建 在討論場幫你拿來沙溝氣 我覺得待會我們可以回王馬說一會 現在再說禮物浦先 沒錯 我覺得這個情況 和其他以往大家看的球會的重建 個案是有點不同的 因為它是small squad 整件事 那個框架很不同 那你FSG如果要想的話 是啊 最後就是要拉回FSG 是不是 我不是要怪責FSG什麼 我現在純粹是 我中下這樣看 如果你基於small squad 這個理念是不變的 那你預算你要付出幾大的魄力 和用多久的時間 多少的資源 去做這個 或者你之後的路怎麼走 你想想你買的人是什麼人 是啊 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 高普是否教到2024年 而如果你現在買到下一手 不適合用 其實很奇怪 因為李物浦這隊球隊很有趣 就是他高普來之前 其實沒有一個很自己 屬於自己的 identity 他不跟萬成 萬成一直買的人 就是要技術勢力 要進攻 不一定要高大 你知道你是買哪一類的球員 你也知道買完這個 下一手領隊適合用 但是李物浦不是這種情況 高普離開了 你不知道之後 我看會怎樣 所以 這是另一個難度 就是幫會 李物浦踏上去 不是 所以最大的問題 不是你買什麼人的問題 你怎麼把那些人 首先 要把那些人 你已經是一個 你怎麼把那些人 很麻煩的 那些人 初一開始 還有人在說 三叉擊 你趁沙南賣到好價 買吧 我想三個換兩個 你不要說 要賣走兩個 你要起碼 一個可能放在後備 多些 競爭多些 你要起碼 三叉擊正選 三個要換剩一個 最少 不是我現在有點擔心 我不知道沙南是誰 接貨 黃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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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做什麼冤大頭 你現在黃馬 還在說去 沙南 沙南 你現在說到黃馬 都去去 你去欠 蜜巴比 你要去到什麼情況下 你覺得 必須一定要買沙南 你回答我 你覺得現在的沙南 笑一下自己的手 反而我覺得這件事更擔心 還有 令到我自己更加驚訝 看那場北更加驚訝的地方 說 你媽媽 文尼跌倒極 原來也 是啊文尼本來今季 她已經算最好的 我以為她最正常 是啊 我也一起極了 這樣 是啊 對了文尼 你怎麼這麼極了 我還以為文尼 是心態最正常的 誰知道原來不是 不是啊 你群人都這麼極了 我也不參賽 這樣 這樣 那我怎樣 是不是 是啊 對 聽眾說得對 你 是買了一個下殺 不是啊 剛才我們說巴爾的個案 是說 你是在買一個 你買沙南的個案 就是你接現在狀態的巴爾回去 是啊 那當然如果 七月庆諾的話 那沙南怎麼比現在的巴爾 但是 現在這樣的沙南 你覺得她的套館可以有多少 你怎麼說服到人 是不是 就算你理論上 你說三叉擊 你怎麼也要買 兩個也好 或者你買一個 留一個也好 但是放它後面也好 其實我有點奇怪 就是 我好像不只是第一次在這個節目講過 就是 你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廢明爐 但是你不可以一對波長時間 一個前 一個不是 廢明爐不是前鋒 你不是一個正常的前鋒 不是奧列治的那些 那些役位放在中間的那些 而是你正常的前鋒 就算莫拉達那一種 不一定能進到很多球 但是正常你見到她 你知道她是前鋒的那一種也好 你現在永遠拿著發明爐 幫她找不進球做擋箭牌 就是 幫她不進球找你 但是當她其他做不到的時候 那你又可以不進球 就是她本身自己基本已經都跌了 那這些又是她那個陣容 那個Squad Building的問題 就是 我覺得是 現在最大的危險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賣什麼出去 我不知道賣什麼人出去 就是犯了普通省戶買股票的問題 還有 很適合的位置入 還有好像問過阿Sam 問過阿Sam那些 他都是說 他覺得 不像有個社會想買 賣6個球員這樣 6個正選 沒有這個魄力的 FSC 沒有的 所以賣不賣 賣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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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說來很浪費 真的 在說不會發生的事情這樣 唉 仆佳說到這些話 雖然我忍不住欣欣嘴笑 但是 哈哈哈哈 但 我都覺得很可憐 真的 我覺得很可憐 但是 有一種你看不到盡頭的戲 但是 你是忍不住笑 那 人家現在還欠前四的 哈哈哈哈 那又未去回人家 十年前那些欠第七第八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懂得說 因為你一說到 剛剛阿Sam說那件事 你不會 你 你 你說你要一下子做一個大幅度的 你會買六七個 我覺得FSG沒有這樣的魄力 不會 因為 因為FSG呢 三個對他們來說 我想已經多了 喂 很簡單的 FSG是商人來的 他要賣 他不是想利物浦賣什麼 他是想你什麼時候賣利物浦的 是不是 那你說 你賣不到 又或者你之前 你搞IPO 也搞不定 那我就想 別的辦法去賺錢 那 如果你說 你買人 你要買六個人 跟你 你 你 你賺不賺 這件事 是很矛盾的 那我煩不著 我要買這麼多人 下場可以分布 我覺得 沒有說 不可以 喂 我沒有看死利物浦的 因為黃馬 我都是覺得黃馬 都是那對黃馬而已 我沒有看死利物浦的 黃馬 都是做回那對黃馬 你利物浦做回之前的利物浦 就沒有問題 是不是 那我都衷心 祝願利物浦 可以做回之前的利物浦 就不用搞到我第一回合 那時候 搞到顧左右而言他 都不是那場球的內容 但是大哥 你聞你踢到蝦 根本整個球都錯了 有什麼好說 土壤有問題 馬德里的土壤有問題 是不是 所以利物浦這些事情 其實講來都浪費 去到這些位 但是 為什麼今天也是要大講特講呢 因為第一 我沒見過利物浦 又在這樣 就是再創新高 好像是 好像我沒見過 譬如對萬成輸1比4 但是 都沒有這場 踢得這麼差 就是他那個hack的地方就是 我數完阿仙奴 然後我這樣輸給你黃馬 就是問你死了沒有 如果你是阿迷 你聽到這個說話 他其實他沒有 我究竟幹什麼 他自己就是上一場 他對阿仙奴 對 一九樣 根本就 原來是這樣的 半場零射球 是 他 是 你老母 你之前贏阿仙奴 然後輸給黃馬 原來之前阿仙奴 那些 在高位 國九賽 是不是 然後再直插十幾二十百分 這樣給你看 是不是 真是 真是 頂你不順 但是 這個是 這個是 令到我驚訝的地方 講黃馬 說兩句 我覺得黃馬可以 雖然黃馬好像也是這些人 也是說這幾句 黃馬 中場 我想他是奧斯 我真的沒有需要 再等我出來說 怎樣稱讚 就是 我想你不會現在才知道 他奧斯是這麼厲害吧 是吧 是啊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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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的風評好像很意外 哇 他奧斯很厲害 德康爾斯好像第一天 看公司踢球 基本事情 很簡單 黃馬 反而我也是堅持 我不會對那兩個逆風 說得太大改觀 我也是覺得 雲尼斯老師是雲尼斯老師 可能我登隊入決賽 很厲害 但是 我覺得 他去到魔年牢 他以前 以前年代黃馬 都是要爭後備 我也是覺得 這樣說 雲尼修斯 是 你問我 我會覺得是 拿球過一下 調整 應該是比之前 看起來是 順了 但是 看前鋒 這些地方做得好 又不要一下子 賺得太多 但是 我會覺得 說老實實 Folden對著 Mori的表現 Folden不是一個逆風 也不是被人 叫做 歸類做新來的逆風 他過 別人的右閘 那些表現 好像雲尼修斯老師 我沒什麼看到這些 M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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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最多 雲尼修斯 最多是羅賓奴的 Mori 我想說你太貶低 羅賓奴 Mori 以前那些球王片 技術 你現在好像沒什麼見過 Mori Mori 他剛剛登陸西格的時候 那些人都剪掉了很多 我上説羅賓奴是創造了 Dynamic 你雲尼修斯 你後來怎麼會是新尼馬 大哥 你不要貶低尼馬 你再爭尼馬 都不應該這樣沒有尼馬 我告訴你 你尼馬 又或者是 羅賓奴都創造了Dynamic 雲尼修斯 現在只不過是做一個收割器 他能夠入球 然後讓大家覺得 哇 雲尼修斯竟然入球 抵贊 再加上 你看他的球怎麼進 那兩球是送的 就是啊 你說他Drippling 99 我真的不覺得雲尼修斯 雲尼修斯的Drippling 他Drippling 他很多東西還要控制 譬如他 帶球的時候的節奏 那些細緻度 帶球帶什麼方向 什麼時候扭球 這些事情 全部都沒做得好 這個人很久 但是他很年輕而已 20歲 但 我覺得他如果是拿他現在 來到皇馬這段時間 他怎樣去拿那個節奏感 那樣東西的話 出來的客工 結果肯定是萬人 當初是尼瑪尼歐洲 或者是 萬人過羅賓尼歐洲 其實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黃馬是應該 變成一個十八歲的小孩 未準備好的小孩 去成長的地方 黃馬不應該是 這樣的定位的球隊 黃馬是巨星的球隊 甚至乎 你現在要全隊球去配他 去入球 黃馬是 你雲尼修師 什麼新鮮蘿蔔皮 我是賓斯馬 我也看不起你 哦 你不是說 之前有一件事 是呀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我都不覺得 是嗎 賓斯馬說他不交球 還是不要交球給他 是不要交球給他 他是這傢伙 是不是 你不說我都不記得 那怎麼辦 你憑什麼 我都不明白 是嗎 那 但是 是荒謬的 如果黃馬 我想我十年前看球 如果有人跟我說黃馬 是一個 對著一個小孩說 你要給他機會 去容錯和成長 你不要跟我說 這裡是黃馬 黃馬是擺巨星的球隊 不行就要換走 這是他的 他的營運模式 我都不明白他憑什麼 你說你容錯 容許年輕人成長 都OK的 但是容錯 不代表要給特權 嗯 是兩件事 還有雲利斯教師不是第一年來踢的 他踢了兩三年 這個就是重點 第三年 這個才是重點 他十八歲來踢 是啊 那你說你 十七八歲的時候來踢 是不是 那個人都 那個老大都未成熟 都另計 大哥 你摸了三年 你還要全隊 幫我照顧你 是不是 因為進攻核心 這件事來講 你值得不值得培養 就是看你可不可以 創造到dynamic 不行 你說進攻核心 他那個位置 你說到他是斯朗 才是重點培養 就是啊 就是啊 但是斯朗在黃馬的時候 斯朗已經是完美地成長了 是啊 準備好可以做核心 是啊 你不是要等一個十五年之後的核心嗎 是啊 所以你怎麼說服到其他大佬 是不是 你雲尼修斯真的憑什麼紳士羅伯皮 我真的看不透 不是很差 但是 因為黃馬的標準應該是很高的 我們應該這麼說 而不是球員本身太差 拿羅賓盧 就算你差的 當然是羅賓盧 我不覺得他比羅賓盧更好 他比羅賓盧更好 他比羅賓盧更好 不是 羅賓盧的技術 現在沒有他在雲尼修斯的比賽就見過 真的看不到 是啊 是啊 當然啦 黃馬現在你可以說金飛適比 所以現在才會有這個情況 但是黃馬好像有心想把它變回以前那對黃馬 這個球員之後還有沒有可以留 其實很難說 真的 不湊他黃馬現在湊誰 這個也是問題 是啊 我就是說黃馬 我上次在說西甲水平跌制 黃馬的壞敗就是把洛迪高和他 要擺作正選 以前這些哪有可能發生 噢 噢 不就好像我們看大台而已 噢 Exactly 沒有artist捧 是不是 不就有jimpane 那些繼續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只是打個譬如而已 不是jimpane也很好 除了穿衣服之外 那 就是你沒有人捧你就堅強迫住 那 那 但是我覺得這場比賽 如果你說 就是看黃馬的話 有哪些球員 都真的 叫做 踢得都ok 可以拿出來說 我就不會放他好師 因為他好師是一貫地勁 不用說 阿辛斯奧 不如 是吧 阿辛斯奧算可遠可點了吧 嗯 是吧 是 是 就是 就算他經歷過前一段時間的重傷 是 重傷 但是他在比賽中 他去拆認對手 他去跟其他 呃 他去跟其他隊友的配合 他整體的配合意識 很適合了進攻的副核心 副核心 這件事他還在那裡 就是這樣 那麥烈堂這條水貨今場不算差 不算 那因為利物浦而已 你看看利物浦 那些球去到Final 3 再之後想給他這麼快一腳 腳都給到這麼小 那 喂你不要說麥烈堂 我擺 可能我擺Phillips過去踢都沒事 嗯 我只會說 嘖 我很開心見到 這麥烈堂 唉 和利體球我很愉快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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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知道如果你利物聽到這一節 我真的想打死我 但是你打死一對球 你有空去打死這對球 你不要打死我 是不是 那黃馬我不覺得有多突出 但其實你說 說回黃馬的比賽的內容的話 其實有些東西都是承接之前私下試的東西 沒有什麼驚喜 你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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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迪打這個左邊 但其實他又不是說 一定要經常都退到這麼前的 就是他有少少是 收回到中間少少 類似一個魏三後衛這樣 那今季來說 其實斯丹都不斷試這些東西 還有很有趣 雖然我都是很不喜歡黃馬的文迪 但是 斯丹曾經在聯賽中 就是有些比賽 會把文迪可能有時候放到前鋒的位 等賓斯馬走回來 是 很奇怪 因為可能他覺得文迪踢球不聰明 就是 給他一個球他會教實 反而留他 簡簡單單的傳阿中 做阿牆 那些就算 是 很有趣 是 沒錯 那 但 我覺得黃馬你要繼續看下去 還有今季歐聯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說真的太多變信 是 就是華拉利也是臨時出不了 是啊 沒錯 那黃馬是否可以靠玄學來走到尾呢 不行這對黃馬真的是玄學 如果你說早兩三季的黃馬都可以告訴你 有些東西都不是那麼玄學的 黃馬 我想 這個真的很玄學 黃馬的風格或者黃馬的 identity 這個是Marco Rose說的 他意思是說這樣的時候 黃馬擋也當不住 那李木浦又怎樣 李木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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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等下班 大家的球員等下班 他們真的像在場上站那幾分鐘 然後 回去酒店睡覺那種 是嗎 今集被高山和馬飛這對集 又輪到體無願呼 又不要這樣說 是吧 親底混 是嗎 等下一節 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講哪一場 車仔 又車仔 下次見